游泳世锦赛今天下午继续进行 这次进行的是女子双人十米台的比赛 这次的预赛只有九支队伍参加 将产生八支参加决赛的队伍 而比赛进行的也是非常快 对于中国队来说 这个冠军也是志在必得 因为我们有奥运冠冠权红禅和陈玉希的组合 虽然是刚开始配队 但他们的实力还是毋庸置疑的 这是他们俩首次搭档在世锦赛亮相 前两个都是自选的动作 这对于全红禅和陈玉希来说 并没有任何的难度 两人的动作完成的是非常标准 而且更重要的是 他们的同步性也是非常高 就连央视的解说也是直言 两人的动作就像是在照镜子 结果前二跳中国队分别得到了 50.40分和53.40分的高分 稳居在第一的位置上 而在第一跳结束后 全红禅也是放松了下来 她紧紧地跟在陈玉希后面偷笑 陈玉希像一个大姐姐一样 而全红禅像的小跟班 这个举动也是非常搞笑 让观众看到也是瞬间沸腾了 接下来的三个动作是自选动作 这对全红禅和陈玉希来说 同样是没有难度 这次他们也是避开了 全红禅最害怕的207C的动作 第三跳的107B这个动作 两人完成的依然是非常轻松 最终拿到了77.40分 排名依然是高居第一 已经拉开了20分的差距 几乎是断层式的领先 第四跳中国组合 选择难度更高的407C 在奥运会上全红禅 曾经拿到过满分 两人此前也都曾拿到了91.20分的高分 最终他们也是得到了83.52分的高分 最后一跳是5253B 两人在单人的比赛中都跳过 这一跳也是没有任何的悬念 两人在同步 难度完成质量上都是非常的好 最终也是得到了87.36的全场最高分 总分数也是352.08 领先优势非常大 以预赛第一的成绩 成功进入到了今晚的决赛 不出意外的话 陈玉希和全红禅 都将有机会拿到自己的第二个世锦赛冠军 我这个人是八道 是因为麦克朗